简单生活 也有很多就是那个游客为我们祷告 为中国祷告 他们知道CCP 所以现在真相正在传播 不是说你禁止我们发声 就能够禁止得住的 今天我们不仅有牧师 也有老师带领一大群学生 主动过来 就是等于说现场在做教育 还有在台湾教英文的老师 他没有打疫苗 因为他知道真相 我们知道有一些民众 他们也是变名飞的 所以我们这一切 都是非常非常感激郭先生 也感恩郭先生 所以最想对郭先生说的一句话 就是请不用担心 我们一定会坚持